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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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台灣非常非常具有文化歷史意義的一個古城 我印象中應該至少開成300年以上的歷史 以前我們都稱為Decam 那大家都知道新竹的竹風 但是新竹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一般我們台灣民眾可能會忽略的 像剛剛所講到的矽紗 然後再接著我們天然矽 所以造就了幾十年來我們新竹的玻璃工業的發展 那麼我想這一路過來其實是逼路難民 在最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從第一家的玻璃工藝廠開始興建期 然後我們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傳統的藝師 還有現代的藝術家不斷的進駐 然後大家在這個基礎之上去研發出 越來越漂亮越來越吸引人的工藝產品 雖然中間剛剛這個簡報有講到說 玻璃產業曾經也沒落過 但是由於我們現在新的這種傳統的製造業 其實我們都想辦法讓他們結合新的科技 然後找到一種特色 所以我們又看到這種傳統製造業 跟傳統產業的一個創新 那麼我想玻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也要感謝我們在座所有的藝術家 因為台灣的很多很多的所謂的在地產業 其實就是靠我們在地的人才 然後不斷的結合我們在地的一些資源傳統 然後才有辦法把它發揚光大 那麼像新竹能夠在這個玻璃工藝上面 有這麼傑出的成果 其實就是幾十年來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麼歷任的市長還有我們的委員 在這裡面我想在政策上面一定是給予很大的協助 那我也非常希望這樣的一種優良的傳統可以持續下去 因為地方上如果能夠發掘出自己的特色產業 然後不斷的把它發揚光大 總是精華的話 那麼我們不只可以創造在地的下一代的就業機會 而且可以讓一個城市的一種美好的內涵 要慢慢的發出光亮 然後吸引許許多多來自國內外的遊客 讓他們自動就會喜歡上這個地方 今天這一趟這個文化治理 我希望能夠從各位的作品上面 學到更多的官邻 玻璃工藝工藝的這個內涵 那我也希望能夠經由這樣的一趟學習之 而更加知道如何在中央 不管是文化部或經濟部 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上面 能夠協助我們地方 大家一起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OS